觀眾朋友大家好 馮陽收看村民台肥 陳明珍 今天有像台肥敵度 有共同關心討論 發題 你親討討論 兩年以後 官方的文憲 看蜜賴明珍 有三年時間 像米粿 在台灣 但是事實上 在演唱 南民族的 阿堅廳 巴西 巴拉幾個都提防 但是他就在米粿 報名像蜜賴明珍 在你討論 總鎮討論 機場夫群 慢慢慢慢 切到全台灣的蜜賴 其實明珍一百年的時間 除了民台肥討論 有種的蜂賴的問題 剛才的蜂賴來討論 因為剛才的蜂賴 車分比青南片 內地的新作的蜂賴 跟他信封 那五年人國協的六年 內地已經內地 沒有你頭分三萬 香港的經車 經台 都在十五年內 這個國家 香港的提防政府 投資蜂賴 市提到錢 用提到營利 都在以耗耗耗耗耗耗 還有偵測資突 其實方面 方面面的 看那些全部做到 跟他進步 希望今天一邊的討論 馬上變成了現場外面 提到農業費 鳳凰Q 出發鳳衣族 平常開國立刻的口罩 李坤龍 李科長 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三點 你過家鳳凡的 諷刺總先注意 其同時要退胎 昆賴的高書 黃榮南 黃教授 你好 各位大家好 三點 歡迎收看你們 鄉 concent先生 鄉主持人 各位鄉親台師好 憲慈到 趕快要走 立正當台 全師 아닌 摩托 白書都被諷刺 創齋去 投研肆農業 鄉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收集台臺平 先來看一下目前的風風 因為這種車的範圍都很美 所以看到的目前台灣的房市面積有 七萬五千五百 其實五公圈 暗多 現在差不多四個兩年來看到 所以看到的白鳳鮮那些 太美 南編的鳳鮮 都會先做的頭前海 所以看到的風風 清度清度的梯房 他代替的是新屋 服求 信封梯房 但是目前桃園水苗蔥的 家庭散去的復興鄉 人家說復興鄉有稀稀的有 復興鄉好像也有了 所以家庭復興鄉有 這個部分 整個桃園市大概都已經是 平地地區都已經淪陷了 所以是重災區 那北方線我們剛剛看到是南方線 目前是已經從這個 越過頭前溪 已經越過頭前溪 所以來到苗栗三萬 台湖 哪有出現的 所以已經來到中港溪了 情況非常非常嚴重 到底一般民眾都 是GC先從採訪的時間 其實到底對我們 縫縫的都要安然池 安然房 韓國師傅人員來說 哪有哭出呢 先討論一下記者講解 有去瞭解一下 他同時 馬基督的文藝國 就對這個講得好 就走出來 因為韓國懷疑 他在對南民主流的 威慮眾 熱情 鳳鳳爺 民國九十年年 三年內 鳳鑑強 特技百財政司 推辦由鳳鳳爺國後 也從認同的國營戰 都已經還滿結束 其中青年後的桃園市 畢竟由本上的土地都輸到鳳鳳爺耀用 除了福建機 其他市場機都有鳳鳳爺 二十七年內 自替三億億千萬元的範資 客家無法圖 都嚇到生命鐵 這紅火椅這種東西 像美國是1920年就有到現在 也沒有辦法滅絕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在做 但是一直在找新的方法 然後但是不做就會更蔓延 做了究竟還是會有一些成效的 鳳鳳爺在台灣獨立的主意口裡 因此鳳鳳爺發生的素材 都受重的行政司 土研師 行政司 行政司 韓國苗利言 含有各種的基本 但但都含有意思替鳳爺政府 其他便宜酸的諷刺 如果將垂征現場的苗利言 根據醫師 各家鳳鳳的諷刺重心的憲述 雖然在廟利喉嚨為例發言後 已經看到鳳鳳的 經過通報革天國後 各家鳳鳳的諷刺重心 主要直接來通知20年 緊急防治我是幾乎都會來這裡 因為目前這邊就是分布最南端 所以我們很怕說它跨越到台中 就到一個大平原地帶 你要防止紅火以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 念日鳳鳳爺在全台灣的諷刺面積 已經成功了七番五千五千 那時候剛才替鳳政府 是跟阿倫諷之 對阿倫說那黨派也負擔 我們出人跟出這個工的話 而且我們要辦獎席 他要把這個地方要去做協調 事實上這是地方要來做的 但是我覺得經費的部分 應該是房田機 他就認了我們這邊 譬如說我這個有幾個點 他就整個補足給我這才對 哪裡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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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重用來伏計 也會提防延時政府 去放在這裡 不論興建立 也會費用 剛才動態的挑戰 雖然我們要訪負捏 比煙營辦的看法 太多地位了 不過去整個看法 這樣洗一洗 當然諷刺 故事的看法 那些青棟 那些青棟的頭 還沒有提起 聽說到桃園的沖災器 桃園市的面積大概是四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公頃 已經快要超過五萬公頃 好 新竹人說九千 九百六十五公頃 你很正確嗎 雙萬 雙萬就是今年 二年 所以新竹已經破萬了 那金門 金門離島也有 這個老師我可以問一下嗎 金門是怎麼來的 大陸過來的 中國 中國也有入侵紅火營 對對對 所以他們是飛過去的嗎 還是透過小三通 有一種 飛過去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的話呢 可能是那個海漂的垃圾 海漂的垃圾 還有土石方 因為金門從大陸那邊 還是可能有進口很多的這個沙石 所以你們現在也派駐一個專員 在這個金門去做紅火營防治 好 現在新北施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李科長就是說 其實從九十二年 我們開始有這紅火營之後 其實大概在九十三年十月份 有一個人力跨部會的工作匯報 好像每半年就會來做工作檢討跟追蹤 錄影的今天早上也開了這場會議 有什麼新的政策上的變革嗎 我想在政策上面 基本上今天這個會議 還是延續過去的一個政策目標 就是說我們希望把紅火圍堵在 北台灣地區 也就是所謂在新北市淡水河以南 一直到新竹縣的投金系以北 這個區域裡面 那過去十多年 紅火也進來台灣之後 那這個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都投入了滿多資源 人力 在做火營防治 跟圍堵工作 那十多年下來 目前台灣 紅火也還被局限在北台灣 以現況來說的話 是 跟美國或說中國比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這樣的這個成效 其實不會比他們差 當然我們不會以此自滿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這個 把紅火持續的控制住 避免這個往中南部去 五年前我們節目在做說 大概還在這個頭銜溪以南 以北 現在已經往過頭銜溪 已經快要接近苗栗中港溪這邊了 事實上這個防治上的困難 是非常的不容易 再加上我們看到 他面積是這麼樣大 七萬五千多公頃 然後呢 這個費用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桃園市現在因為是直轄市 可能經費比較多一點 而且是重災區 所以他每年編列預算是五千多萬 那新竹縣也有八百五十萬 那看看這個金門縣跟新北市 雖然面積差不多 可是這費用就相差很多 所以就是說有些像苗栗縣 也有八百一十三公頃 可是編列預算是零 就是因為說這個要全部靠政府的預算 來支應的話 恐怕是這個成效有限 而且這個我想請問一下這個 我們的新竹縣 新竹人家老 我們新竹縣的面積在今年的二月 已經到達一萬零三百四十公頃 那如果以每年要做四次大面積的防治 我們有預估它的經費大概要三千四百三十萬 那因為我們的新竹縣的財政也不是很好 所以缺了兩千六百多萬 對 差不多 所以這個防治的成效一定會打折扣 那當然我們希望中央能夠再來 挹注地方相關的一些經費 甚至有一個專責的單位來推動這個政策 或是來做紅火椅的防治工作 好 那我再問的桃園市 每年五千多萬 從一百年到現在已經花了好幾億了 效果怎麼樣 我們從一百零四年開始 桃園市從一百零四年開始編了五千 五千萬 因為那個時候 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是大修根 就是乾旱 那個時候是旱災 停灌 所以旱災實際上是有利於紅火椅的發展 所以那一年桃園到處哀鴻遍野 農民就是苦不堪言 那當時我們編了五千零六十萬 勉勉強強就是說有一些效果 我們自己覺得 那但是我們覺得紅火椅的防治 雖然我們編了五千多萬 但是實際上在真正的防治上面 我們認為要做到一定的程度 這個經費可能還是不夠的 當然也是希望中央能夠多少抑注一點 然後那這樣子效果會更好 其實我們剛剛從這個胡柯長的話 也聽出一個很重要重點 就是說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天乾旱 那就是停灌休耕 休耕反而使得這個紅火椅擴散更嚴重更快 所以我們看到紅火椅防治其實是千億法動全身 他不完全是農政單位 不見得是農委會防檢局的工作 所以這是這個是不是增加他整個防治困難度 是不是黃教授 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臺灣那個推動這個休耕 那造成那個農地可能比較沒有人去管他 那很多不是只有休耕而已 他可能就荒廢在那邊 那他就成為紅火椅那個蔓延的一個根源 所以休耕政策其實是一個很不適當的一個作法 那其實不是只有紅火椅 包括其他的農業 害蟲也是一樣 那個休耕地的話 會成為他害蟲還原的一個溫床 那這個中央的政策其實已經有在改變了 那我們熱見這樣的一個那個政策的一個改變 希望能夠那個延緩陸進紅火椅的 繼續蔓延擴散這樣子 其實我們剛才講說 其實在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份 就已經成立跨部會工作匯報 我看這個中央的權責單位裡面 包括這個退除醫官兵的退輔會 NCC這個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 交通部 經濟部 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都在裡面 這麼多跨部會來做 可是好像最後我們 你看我們今天找來都是農政單位 農業相關部門 就感覺好像這件事情是 跟農業相關單位有相關 可是事實上他可能出現在碼頭 他可能出現在高鐵站 他可能出現在這個校園裡面 他可能出現在公園裡面 所以他可能是要各方面更全面的 來看到這個問題才有辦法做得到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房檢局 我們中央預算 其實比地方都還少 那剛剛我們地方政府也希望說 中央能夠多少益住一點 可是事實上房檢局給的這個預算 看起來就是桌巾見舟 那今年大概是兩千萬上下降預算 那這個確實是比十年前 這個入侵火以剛進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希望把紅衛能夠消滅掉 所以那時候預算有達到兩億 那以目前兩千萬預算 其實那時候的大概十分之一而已 對 那以目前這樣預算規模 那跟這個桃園新竹火以發生狀況 來做個比較的話 當然這樣的預算覺得是不夠的 先請教一下我們黃榮南黃教授 就是說十年前我們大張旗鼓要全面撲滅的時候 編了兩億的預算 今年大概就剩下兩千萬上下 您一直待在火以防治中心 您這個點滴在心頭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是越治越無力 還是說事實上發現這火以要真的把它根絕 在台灣把它撲滅是不可能 於是就在這個這個經費支持上面 就逐年下降是這樣子嗎 當初定了一個目標 可能是定錯了 因為其實當初定了目標是 是說要把它撲滅 但是一個生物進來的話 要把它撲滅其實是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其實比較適當的一個策略 應該是說圍堵它 讓它的一個發生力降低到一定的程度 不造成危害為主 那當然除了經費以外 其實在台灣火以防治 它的一些困難點 可以分成可能我們先天環境的問題 也有一些我們後天環境的一個因素 我剛才提到就是說台灣在防治上面 面臨到的一些困難 就是第一個 它的一個發生點可能更早 所以我們就是喪失了那個 那個早期發現的那個先機 第二點的話可能就是說 就是它擴散以後我們才發現 擴散到一定程度之後 我們才發現 那第二個的話 那火以本身它有那種氛灰的習性 對 那氛灰的話 其實它可能自然的一個 那個交配完之後 它可能隨著那個風 飄散 或者它本身自己的飛翔能力 可以擴散到那個它原來的遺潮以外的 一二十公里的方向去建立一個新的一個遺潮 那再者的話呢 台灣 北台灣基本上天候因素影響防治的這個效率非常大 因為北台灣的話這個比較那個多餘 那天候不佳 然後影響到施藥的工作 這個是幾個先天的一個因素 造成我們在防治上面來講 面臨到一些困難 我想請兩位在第一線地方上工作 就是說我們看到中央的這樣的一個分工也好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制度的設計也好 我想先從邱處長開始好了 去年的桃竹竹苗的一個區域治理平臺會議 那我們就提個案子 我們也建議 建議中央全面檢討我們紅火椅的防治 一個體系 我們希望原來是以各部會跟地方政府的一個 權責分工的一個防治的策略 能夠集中視權在國家紅火椅中心 來強化它的組織跟它的架構跟它的功能 所以八到十個人夠不夠 我想這個應該是一定不夠的 一定不夠 一千九百九十萬夠不夠 也一定不夠 那胡科長八到十個人夠不夠 基本上紅火椅要打組織戰 但是組織戰裡面我們桃園市一直都是希望就是說 中央統籌地方執行 但是統籌的人力也必須夠 我們才能夠就是打好組織戰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這樣子的編制是不太足夠的 螞蟻一個窩 我們剛剛請教這個教授 他說一窩可能就有七八十萬隻是不是 好 你看七八十萬隻的螞蟻 是這麼這麼的多 那我們人力還有這個經費方面的相對來講是 如果要從數字上來看是當然是相對差距非常的多 但是一般的民眾呢 這些螞蟻可能就生活在他周邊 對他們生活或者是健康 或者說其他的產業生產造成哪些影響呢 所以我們先來聽聽看民眾的說法是什麼 這就當天空地別這麼說 這紅火魚在那裡 看人家很漂亮 他就說說兩張幾張鎮不念 才沒有紅火魚一定 安永 花青了 我們就小沙子 這些沖縫的有點便宜 小水拆開 本診所本線上 這裡打針 高力的 難免的時間 我們剛才只要用紅火魚 冰糖的時間就輕微的痛 但是回家以後 五分鐘 這個人就講話講不出來 不然人都看著去 比招肚招鬼神的 這位小腿在那裡 結果轉身後 三個都看不出來 來自尋去給你新醫院提救 我們這款的診所 我們這款冰箱的冰箱 在台局面 照新特務三十年 台局面本來搵的 其實行人都在診所 去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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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診所 便宜三十分 我聽說的英國 剛才學生的東西 他只捏薄 都七百十萬兆 所以一般民眾都不順調 要說吹嚴肚 公嚴肚 所以事實上這個已經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確確實實 有些紅火蟻 他對這個叮咬 如果是有過敏體質 會造成這個休克 然後呼吸困難 種種 好像剛剛民眾都有講 所以他是人命關天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這個預算 和這個人力都有限的狀況下 他怎樣有效防治 好 看一下 那這個策略 因為譬如說是中央跨部會和地方縣市政府 要來分工 我們剛剛教授有講說 一開始我們是要來全面的撲滅為止 可是我們失去了先機 我們是在一定的擴散 到一定的程度 在民國九十二年才發現 更早之前來不及 在第一個已去 就把他全面撲消 所以這個已經是不可能做到了 那到了 既然不可能撲滅 那就圍堵了 那圍堵我們剛剛講 就南防線 北防線 就是北市淡水河南 現在是頭淺溪 圍堵在這個防線裡面 不要讓他再擴散出去 大概是民國九十八年左右 那到了這個一百零一年 因為中央財政緊縮 就分區制定策略 所謂分區制定策略 就是桃園市有桃園市做法 新竹縣有新竹縣的做法 那但是是不是要大家事權統一 或是有一個專責單位來做 才會是比較這個 能夠收這個功效的呢 那今天早上我們錄影之前 今天早上開會說 有可能未來三到五年之內 要轉做一般防治 是不是就是我們大家就放棄了 撲滅紅火魚 我們跟他這共存共榮 和平相處 是這樣的一個心態轉變嗎 我想先從這個底科長開始 今天早上的這個跨部會的這個會報 裡面是有討論到這個未來的策略 對 要怎麼樣的調整 那不過是沒有這個決議說 這個未來三年就要調整 為一般防治 沒有決議 對 沒有 但是有這樣的一個建議提出來 這個是有這個 有這樣的思考的方向 那不過因為這個紅火魚 對於這個台灣民眾 包括我們這個農民 他的這個耕作的安全 生活的安全 確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威脅 那所以我們也不敢這麼輕易 這麼貿然的去整個這個 變成一般防治 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所以現在等於在這個防治上面 已經有做一些分級 去看情況嚴重怎麼樣 我們剛剛看到是普遍發生趨勢 有縣市自行處理 好 我們再來看到就是說 在防線之外的呢 譬如說在淡水河 在頭前漆之外 我們看黃色這些地方 確認嚴重和數量 就是打電話通報 通報電話是 0800 095 590 0800 您找我 我就您 所以天發 人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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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覺得 在入侵入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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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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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來 入侵 紅火痺 但是那個人 也是 我們的報名 所以在會派輸我們 緊急的防治灌注 那灌植物的效果是不是比較好 沒有錯 灌植物的話 就是針對在比較前線 一些只有零星的幾個椅丘 然後我們就及時把那個椅後殺死 所以其實是可以馬上立竿見影 那但是這個東西比較會時 所以也沒有那麼多能力 所以也只能夠針對在比較前年的這些 因為要第一時間做處理 就是在防線外 不要讓他再擴出去 不要再讓他再有機會往南擴散 貴不貴 貴不貴 當然比較貴 因為其實也比較花人力 那基本上那個 所以我們也不建立前面大便機的去施行 就是針對一些比較敏感區域 比如說公園 學校 或一些民眾出入比較頻繁的一個地區 那再來的話就是針對剛才講的 比較那個外圍的這些區域 要杜竭他繼續往外擴散 好 再來看到防線之內的呢 那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要把他控制住就對了 好 其實聽我講到 要做到資工的部分 不管是新竹縣也好 桃園市也好 都有在做志工這個部分 可是志工這個部分 我想再請教一下我們桃園市 這邊就是說 其實最近桃園農博辦得也不錯嘛 那有很多人去 剛開始是說 這個農博施工的原意工人被活躍咬傷了 但是後來我看很多人去農博 都躺在草坪上 你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達到那個效果 是用很貴的灌注法呢 還是說志工全面動員呢 我們農博的場地他大概就是只有數公頃 但是我們整個防治的範圍 那個將近三十公頃 是連周邊一起防治 因為你中心點希望不發生 我就必須要就是連周邊一起防治 那維持這農博 這一個月的期間沒有紅火雨出現 我們是真的花了不少的錢 然後光這三十公頃 我們施了四次藥 然後還有一次的長效性的農藥 然後總共花了十幾萬這樣子 所以為了這個桃園整體的農業發展 或是周邊的相關農業的相關產業 所以農博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 但是恐怕新竹縣有辦法這樣做嗎 我們新竹縣十三個鄉鎮 大概除了原住民的五豐堅石 還沒有發現之外 其實靠近桃園市這邊都是非常嚴重 那其他鄉鎮也有零星的發生 那依我們現在所編列預算 我們大概一年大概只能實施兩次的 這個大面積的防治 那其中還有一大部分 要我們國家紅火雨中間來做支援 還有鄉鎮公所來支援 所以這個盡量做 但是成效還是有限 好 所以政府的這部門 這預算跟人力是有限 可是民眾的發起家來做的法 可能隨時可以做名利可用 但是一般民眾他們真的碰到紅火雨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去處理面對呢 看一看他們替先民眾去送的東西 青眼圖要由做消毒的工作 要由消滅了紅火雨 效果就還滿不錯啦 但是時間矩出來 時間拖久自然又會再產生出來 沒有辦法說完全消滅掉 我燒好像是沒有效 因為最裡面燒不到啊 水淹喔 水淹也沒有用 水淹他會跑啊 對啊 存不住啊 沒辦法啊 對啊 成物藏在找不到的地方啊 他有時候會對啦 盡量叫小朋友 叫小朋友不要在草地上 好 其實不單止 火雨防治中心的這個黃教授很頭大 因為的確很難防止 這個到底是地方的責任呢 還是說是中央這個紅火雨要 紅火雨防治中心要帶隊來做呢 好像這十幾年下來 慢慢慢慢的有在做轉變 可是目前看起來是 分工不是非常清楚的 當然投注的經費是比較少 我們剛剛講到紅火雨 這個國家紅火雨中心一年 今年的預算大概是兩千萬左右 但是實際上用來買藥的費用 大概就百來萬而已 所以這個好像這個經費 是真的是比較少 那中央沒有主責單位 事實上我們看到美國和澳洲 他們也有這個紅火雨入侵 那像澳洲就有這個外來種中心 他就專責就是管這外來種 那臺灣是不是未來也要有一個 中央主責單位 除了防檢局之外 那是不是國家紅火雨中心要轉型 或者說升級變成是一個 也許不只針對紅火雨 因為臺灣的外來種還蠻多的 一個要有主責單位 再來是民眾意識不高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兩千多位志工的胡科長 民眾對紅火雨的這個意識不高 哪些部分是你們在第一線工作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難去宣導 或宣導比較沒有效的 沒辦法收立竿建議 即便有兩千多位志工 桃園還是重災區 無法解除警報 我們當初找了兩千位志工 唯一的成效就是大家都知道 桃園市政府有免費發藥 免費發藥 對 發藥 但是現在我們覺得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雖然民眾知道要去公所 去農會 然後去禮辦公處 去禮長家拿藥 但是拿了藥以後 大家試藥的時候 臺灣究竟是一個濕度非常高的地方 藥一放下去後容易沒有效 而且紅火雨的藥要產生效果要兩三個月 所以現在我們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民眾沒有耐心 而且就算有了效果以後 他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持續下去 要一直做的 這是我們現在比較大的困難 所以紅火雨的藥不是吃了 立刻螞蟻就死掉 不是 不是 對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教授 直接買房間這種螞蟻藥噴一噴 就會有效嗎 房間的藥噴的話 螞蟻當然會死 但是紅火雨的一個防治重點的話 套一句我們那個 一句成語 那個 情賊要勤王 情賊要勤王 紅火雨是典型的這種情賊要勤王的一個 這種生物 那一般剛才那個民眾有時候那個沒有效果 那基本上就是沒有把那個蟻後給殺死 所以我們看到在那個蟻穴旁邊爬來爬去 蟻穴旁邊爬來爬去 那是質疑 對 那些反而不能讓他死 那些你把他殺死的話 就沒有人來幫你搬藥了 所以民眾一般最大的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希望把這些外面爬了 對 那那些的話 其實我們還需要他來幫我們把藥搬回去 那你把他殺死了 誰來幫你搬藥 所以民眾一般很大的一個觀念的錯誤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民眾的一個觀念 當然很不容易改 但是我們還是要不厭其煩的去跟他們解釋 整個六、四年 整個不厭其煩 所以不用黏皮 黏黏素的死體是有好 不是 跟老人家做的 台中英文叫做的 捏麻生 捏麻生以後 不可以說 生一拜有好 連連沙沙 團體那邊 現在是有三百 四百 還有當年多的死 這樣有好 因為一人捏麻 去有青年生命 去 怎麼說的 交配一次 去整生命 青年底部的肚子 那種 黏黏素的亂 肚子的膚化 所以去洗腦的重洗腦 這樣有好 所以這真的是 民眾的宣導好像真的還是蠻重要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總會馮馮宴 對民眾的陽鄉 其實暗難吃 有暗難放吃 那陽鄉 多大有去台民眾有吃到 我們要跟西安好 看他新聞記載的采訪 他就搬回去給母后出 太陽曬得到 他就搬回去給母后出 太陽曬得到 那個 刮風 刮不到的 比較溫暖的地方 很多的縫瀑魚 西班中 撒忙要縫製縫縫葉十五年了 安久以來 農民都退去通用 輸到縫縫葉要求 人家在訪言跟表家的行政間 要按照年來 避兜的縫製縫葉 要省地被子宮崔 留同民眾添縫製 韓國瀉魚的鴨鴨 我現在明明是走出去的 仰義在訪北童話里的田村後 發現了一人在講到 子宮崔就去做生涯 农民接受这种空间 都没有注意到 没有担定去处理 逢逢逢逢逢 这种基础的健康 不过太感染较稠 农民有整个氧药感染 这个药性很毒性很低 这次毒沙行就跟蚂蚁吃了 隔天就会死掉 要撒在乙丘的周围 这种粉丝共受量用的 因此的糖应用的用 就算没有力出到 丰富的药种还没有安理会 不过民众已经知道 重新抜逢逢逢逢逢逢 does that 自由是拿的 我们对我们把感染给高中 有境化的 传对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处理 我们他们扮去 有境外这种 我们去带回建订给我们 走出来 它的跟大家不算 有准逢逢逢逢逢逢逢 满逢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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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 一直在用的用的 沒什麼機械維持在NA2之後 對NA反擊 我也要教訓問 好 我看這新聞樣片 其實當中的問題在討論 台灣一個一次有沙灘車 這個灑藥 灑布劑的車子 那那個沙灘車 我看有些比較小的路 是沒辦法進去 就改成背負式這樣去灑 那我不知道說 還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好像無人機 也是你們在做研發的是不是 防檢局這邊是不是 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面對這個 進入二十一世紀 這個科技噴射時代 我們在這紅火椅 有沒有什麼比較新的這種 譬如說不要跟現在科技 資訊 通信 科技跟無人機 結合起來的防治的這種器材 是 就是過去的防治方式 主要以這個地面灑布為主 包括沙灘車 或是人力背負 這個動力灑布機的 這樣方式來做防治 那不過這樣子在食物上面 常常遇到有些地方 所以困難地形 人沒辦法進去 或者是有一些 這個圍裡圍起來的地方 我們這個 沙灘車進不去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不處理的話 變成一個防疫的四角 對 因為現在有很多 像那種修耕地 或廢耕地 或養地的那些地方 它事實上都有可能 是有紅火椅在那邊築巢 但是可能因為圍裡圍起來 進不去 所以無人機是一個選項 是 那就是正好這幾年 無人機越來越普遍 那所以我們也請匯中心 這邊來嘗試著利用無人機 來克服剛剛遇到的一些 地形地霧的這個障礙 能夠讓這個防疫沒有死角 那目前匯中心 還有這個部分的這個地方政府 也有嘗試利用無人機 來補足地面施藥的這個 不足地方 好 聽話說 真的是這個要防治 入侵紅火 紅火椅是千億法東全身 你看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一百零四年的時候 亭冠修耕 結果就有土地大面積的乾燥 就讓很多紅火椅 在桃園市不堪其擾 編了很多預算去防治它 這個很多的修耕地 可能就養地 或者說過去幾年 農地蓋豪宅的也很多 那蓋了豪宅之後 可能要種點樹 來這個美化一下庭園 好 這種氣質的土方 可能是這個地方 有紅火椅的這個地方 有以丘 這泥土挖起來 可能再要別的地方去棄製 這個就跨縣市的傳播了 或跨鄉鎮的 或者說 我們家這個花園裡面 我想種個果樹 種個什麼花 我去買個苗木過來 可能這苗圃那個地方 是有紅火椅的 就這樣帶過來了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黃教授說 是不是我們除了 在這些部分之外 我們應該看到其他的管道 其他的部會的政策工具 也要拿出來 譬如說要管對苗圃要紅火椅防治的管制 才能夠出場 或者說對於其他的這些東西 都要更全面的來做才有可能 沒有錯 基本上我們一開始 其實就有在做這個工作 比如說苗圃的一個檢查 那對於這些火椅違反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都要求各縣市政府 他要那個把轄期內的一個定時的去檢查 他們的一個苗圃有沒有紅火椅的一個昏布 那我們也有在宣導就是說 那個一些公家機關 政府單位 你要購買植栽苗木的時候 你要要求植栽業者 綠美化工程 或要種露樹都會買 對 你要要求植栽業者提供無紅火椅的一個證明 那這個一般很多的這個公家機關 大概也都知道這個事情 也都會做 但是像私家的私人的一個機構 那基本上他們在購買的話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個嚴格的去要求 他們要提供這個無紅火椅的一個證明 同樣的一個植栽的一個管 那個土石方的一個管制 那我們也針對一些那個工程 或者那個土資廠 會進行火椅的一個檢查 那基本上也那個 如果沒有紅火椅的話 才由縣市政府發給他們 無紅火椅的一個證明 那這個基本上是都有在做 但是我們有一些政策 但是他們可能也有一些對策 基本上就是說 有一些就不准守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有一些的話 可能就是那個 比如說最常見的 像比如說當初臺北在舉辦花博 或者北部地區很多的一個地方 我們去檢查到有紅火椅 那發現他的一個來源可能是止災 但是最終他止災的一個來源的時候 他都指向彰化 然後我們去彰化 其實南部這個地方檢查都沒有紅火椅 那我們推測原因到底是什麼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 但是可能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南 中南部的一個廠商 這些苗圃業者去接單 那可能是別的地方調貨 對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這個是我們目前遇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不管是私人土地也好 或公有土地也好 這些房子好像都是落在政府 相關部門這個肩膀上 人力也好 這個預算也好 技術也好 那有沒有可能是這個使用者付費 我們剛剛講說是 市場很多的這個休耕地 或者說養地荒在那邊的 資材廠什麼之類 他可能是這個私人 那他出現紅火以下都是一通電話去 如果說是在防線外的話 趕快就去灌注 去確認這個熱點這樣子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朝使用者付費 就是說你自主管理 那如果發現有的話 我用自主管理方式 你來通報 那我給你這個藥劑 叫你怎樣使用 但是要付一點點費用 也許會收到比較好一點的效果 因為那責任可能在於自己 自己的土地 自己管理 有可能嗎 胡課長 那桃園市政府編列預算 由各公所 大家可以到公所 到農會 到里長辦公 從里長辦公室去領藥 然後做自主防治 在自主防治 還沒有把就是變成普遍的觀念 跟降低紅火影的密度之前 我們暫時還沒有考慮 就是說使用者付費 跟信助人 信助人有可能 這次的土地 這次的衛福管理 為法賣掉也會賺錢 我想這個還是要去做宣導 要做宣導 要自主防治的話 可能要一些這個 一些獎勵措施也好 或是強制甚至罰則都要來配套 來用 不過幫子 同時都要拿出來 Q年半年份 你剛才行作師兵 沒有你就是來全區 就是要跨區域的來防治 剛才抓四個地方首長的光度 應該中央統籌的地方配合 跟西校淹屍農業斷 拜訪農業費 希望農業費 他處去 他自己去做六件事 我們要來整齊 強化國家 諷諷 諷刺中心 就未來有沒有可能朝一個外來種中心 就也許不裝 因為紅火椅是臺灣第一個 全面系統性去防治外來種 所以已經累積了很多經驗 所以有可能藉由國家紅火椅 過去十四年的經驗 就有可能成立一個 將來是外來種的一個專責機構 將來農委會如果變成農業部的話 成立一個外來種的一個中心 拉高他的位階 然後更事權更統一來做 在防疫 檢疫 或者說在這些病重害防治上面 會比較有效嗎 那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可以來思考 可以來討論的 那不過至少到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防疫的工作需要全面參與 那尤其是政府單位 應該是要跨部會 在跨中央跨地方一起來做的事情 那不應該都是由農政單位來做 尤其這個火椅 它這個危害不是只有農地而已 對 像學校 軍營 甚至一些這個道路設施機場 也都會受到它的危害 所以必須要這個跨機關 跨中央跨地方一起來做 防治紅火以耳機四不五要原則 好了 看一下 體長 你剛才發現的縫縫液 給它抬個時間 不容易走通下去 我試著去搬家 因為這邊有危險 它就會搬家 好像車都寒到 以後會因此增加 最好是這個地表溫度 在二十一到三十八度的時候 它要乾燥的時候 這藥劑會比較有效 所以耐燥時間 沒有中央的 中央以後 因為四點鐘在哪裡 最後沒有去飲水 沒有去陰田 然後做不到其他部罪 狗狗的用 譬如說不可以跟什麼 其他的這些飯 飼料 所以這個藥劑 如果一旦開封的話 就在乾燥狀態下保存 可以保存多久 教授 一般廠商是 如果沒有開封的話 我想大概兩年應該OK 沒有開封狀態下是兩年 那如果開封之後呢 開封之後就看有沒有炒解掉 如果炒解掉的話 可能就很快就上市 它的一個活性 一般這個農業用藥的話 大概應該一般標示 都是兩年之內 兩年之內 好 兩年以後都會油耗 但是要燥 一定要燥 再來看 要均勻的 什麼半個紙杯的耳料 如果說你的百味法順調一公刷 紙杯 斑鼻 紙杯 半杯的涼 因為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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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會都在穿色的地方 你必須要在那個紙椅公椅 會去搬東西 搬食物的地方 因為在其他人的老家中的 帶著那一種捏碼的也算了 看各位 一到兩個月之後 還要再三一次 一年三都失敗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講 一定要有耐心 要就是長期抗戰 像這樣 提供 螞蟻螞蟻藥一噴 我們從螞蟻螞蟻螞蟻 但是整個蠻亂 因為蠻一千十亂的捏碼 去旁邊失敗 所以治標不治本 因此才有地表溫度 二十一到三十八度的時候使用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會用到哪些藥 耳機使用 譬如說 好 蜂蜂捏 哪裡都會捏 一段時間 我本來捏 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冰山的翼角是以秋 那以後可能在下面 所以蟻螞蟻 蟻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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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蟻螞蟻都會中毒 慢性中毒 然後慢慢的消亡 但是要持續長期的吃 才會有效 那當然是用低毒性的 不然 蟻螞蟻的捏狂 只有土地被污染 人 人如果在菜園裡面 種的菜也有毒性 人吃的也是生病 所以低毒性的藥 對 生態環境衝擊小 但是 一到三個月之後 是效果最好的地方 那再來看就是說 它是低毒性 專醫性高 所以 就是給紅果椅吃 其他的動物 像小狗小貓吃的 大概就比較不會中毒 是這個意思嗎 基本上要看藥劑種類 像比如說這邊手類的前面兩三種 基本上是屬於生長調節劑 那基本上 他對於其他的一個動物 基本上是可以講 沒有什麼毒性 可能比我們吃的鹽巴 都還不毒 我看那個影片 好像有些用那個洋芋片 那洋芋片是去誘引他的 去誘引他 所以洋芋片片本身 洋芋片 只是沒有毒性 只是要把他引出來的 另外一個那個益達安 那一種的話 跟賽麥林 兩個都是神經毒劑 雖然都是神經毒劑 但是相對對哺乳動物來講 也是安全的 雖然是神經毒劑 但是像人類 我們家裡養了家畜 貓狗 應該相對是安全 我不是說絕對安全 是相對安全 因為他基本上是成為 現在比較普遍 比較受歡迎的一個藥劑的話 因為他對於不同的一個生物 他的一個選擇性 他的有這個 像對昆蟲來講的話 可能相對比較毒一點 但是對哺乳動物 或者其他的鳥類 基本上毒性不高 我做個補充 剛才那個提到這個藥劑的 一個使用原則 那我想邱處長拿了這個 我覺得應該要跟民眾先導 活以防治的用藥的話 還要切之於一點 基本上要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 因為其實基本上現在因為藥 都是政府提供的 所以民眾回去的話 就這樣給你亂灑 那亂灑的話 其實灑太多 結果螞蟻搬不完 那搬不完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覺得沒有效 對 他覺得藥怎麼都還在那裡 那可能他灑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民眾要洗浮 因為現在藥劑是免費提供 其實在澳洲 在美國 都是民眾要自己去買藥 要來 是 來防治的 那在我們現實況 是政府還免費提供藥劑的 那個情形的話 那大家不要這個 好像反正是免費的 就怎樣給你亂灑 那我想最後是不是請 我們的來賓都講一個 建議也好 呼籲也好 不管是對政府部門 或對民眾的建議和呼籲 我們先從胡科長開始 我們希望民眾自主防治 因為眾人的力量 會比政府出來會更好 然後那我們願意在短期之內 就是這些年之中 就是提供免費的藥劑 但是希望民眾要有耐心 而且要知道這是一個長期的戰爭 我們民眾如果發現紅紅磊 一定要馬上通報 用正確的方法來處理 那我們民眾跟政府合作 至少可以把這紅紅磊 這個危害程度 甚至他的族權把它降到最低 好 那教授 我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全民要有一個觀念 這個活躍的一個防治 不是政府部門的一個事情 那也不是至少門前寫的一個工作 你家裡做好了 那別人家沒有做好的話 其實同樣的他會擴散過 所以其實要聯合所有的一個民眾 大家一起來做防治 然後來鼓勵大家來參與 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是那個全民來參與 這樣的一個防疫工作 才能夠發揮功效 那最後李科長 我也希望民眾在使用耳機的時候 能夠多一點耐心 然後持續的去這個 這個使用三到四次 我想這個效果一定會呈現的 他把全民來諷刺以後 我們就守住南防線 挑戰還是很好的 雖然說 苗栗還有人人散散的 但是總共還要中港西的首線 希望南防線不要再往下移到中港西 當然最後不要擴大到 那種海南整個臺中到彰化區之後 就是平原地區 剛才會仿製非常非常難的 那種重機的空戰 大概有耐心 同時呢 要來香港的高漁的險投 大概共同 可能要面對我們螞蟻 熊邊的速度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民台幣 感謝您的收看 下禮拜請 持續收聽 全民台幣 送大家給我們 謝謝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